在2000年的时候,沈阳昏南的一个大哥回贝学给家带打了一通电话 让家带帮着自己在廊坊当地找点不少的社会人 跟谁,跟当地里边天河图形战的当时那边的高月婚张起来了 这件事是因为啥发生的呢? 这不是沈阳大哥回贝学跟家带关系比较不错吗? 赶这么一天,回贝学呢,在家里边待着 他有个哥们,跟他关系挺好的,一个叫王波,王永波的大哥过来了 到屋里边这一吵,人不是很多 当时永波大哥一坐到炕头那边,就说了 说那个,佩元啊,我来找你有点事 我一位佩元一吵,卧槽,这不是不饿的吗? 说挺长时间没看到你干啥去了 说我那个也没说上干啥 我最短时间整了个活,外地跑车呢 跑车呢,跑啥车呀 说那个包了个工程,给人送了个配料 或沙头水泥,干净给我啥的老马其道东西 那行啊,回贝学哥,看到这边一盘个团 说这玩人体能挣钱呢,多少台车呀天天往那么放啊 说这次车比较多,三十多台车 哎呀妈呀,那你这要干一下跳啊 你这不得掏上啊,不得说挣不少钱啊 王永波给他一听 说佩元,钱肯定是能挣到 但是现在他妈的出事了,出啥事了 是不是沈阳这关哪关谁看你不碎啊 要熟识你啊 你这么提提我呀 你提婚男回贝学,我不就行吗 我不说句话就好使吗 说这么回贝学院 说那个不是说在咱们那个沈阳呢 说在外地,我听说你现在圈子整得挺明白,挺大呀 说跟北京那边有不少什么大哥 我听我的人这么说是不是真事,那还行 你你也了解你弟弟我,我回贝学 这人我后继要后尾啊 什么三叫九九等的,我我都微微呼一呼的 北京那边有几个老地儿,有几个大哥 你在北京那边出事了,那那没事的 那我一个电话直接就给你弄了啊 咱一个电话直接就给你能摆的事 不是说你一个电话能不能摆 我这事不是在北京,在离北京没多远,哪儿 郎庞,河北,河北郎庞啊 对河北郎庞,咋的了吧 那长了半天你啥意思啊 我那三十辆车吧 让郎庞一个叫天河通行站的一个叫什么高月 高月魂,这小子 把我车给扣了,街道给截住了 给截住了 他咋这么牛逼呢 说收什么保路费,养路费,拉马其道,这费大费的 我就说多少钱,他说一台车五万 一台车五万,十台车就是五十万 那三十台车就是一百五十万 对 他想天想疯了 他咋不得没,没他妈担过社会的毒打还什么意思 那个,那你找我就是想让我帮你把这车要回来是不是 是啊,我现在你看那个配乐 你现在生动我大了,你看你能帮我把这车给我要回来 要,大哥肯定是没问题了 在那个河北那边吧 咱们有哥们 我有俩好大哥哥那边 一个王男友,一个陈陈拙 那咱俩,那是我好大哥 一个电话过去,他都得背负着把车给咱送过来 啊,真的假的 阿佩元,你别慌我 那都是毛毛下雨 那在河北那个石下专,说屋顶,你听不听说过 那都是咱凶的 一个电话去了,就得给咱们办办事 那都是毛毛下雨 不是,佩元 说你现在现在人脉这么大吗 唐山大所二所 大四头五雷的 三宝杨素欢的 那都是三哥们嘛 北京的什么东城的家旦 什么德外的马三 都是凶的 哎呀,那就是人就这海海了 我现在圈子不拒绝于那个沈阳 我现在破圈了 在北京那边我就自动就成自称一派有圈 你这事我帮你整了 啊,那个永波大哥 但是把这整吧 咱要是找人办嘛 这事肯定得花两个钱 你心里得有点准备 花多少钱咱不能说花一百五十万吧 那那不用啊 都不太超五十万呢 也得估计二十三十万嘛 那你说咱找贼办 这事不都得给人拿点钱吗 少了咱也拿不出手啊 毕竟那朝你要一百五十万呢 你要是同意吧 我呢就帮你演一演就 你要是不同意呢 咱就是再不赢你再找找别人 我同意了 你就说咋干 咱就咋干就行 你就把车我找得快点就行 快点啊 那快点咱也有办法 你这么我打个电话啊 我问问拿电话巴巴这一打 一个电话他打给谁呢 他他打给马三的三个几个电话 喂啊 咋的可怕 那个三三个 我问你个事呗 那个狼房那边咱有没有哥们 狼房啊啊 啥意思啊 那个我有个老地儿 完了有三十辆车 让那个狼房有一个叫高月辉的给扣扣住了 要他们张嘴一百一百一百五十万 我现在看你这边有没有人 我就变成咱好大个 陈佐和王帮战友了 我现在咱不能有有谁说句话能行不那边 啊 狼房啊 三个你这神通广大的 你肯定有人呢 有 咱肯定好使啊 那是 那咱啥时候能整啊 把车整出来啊 你想啥时候要我 我就想现在要你说的话 那早上出来车里面有不少货的 赶紧给人送过去 这都是钱啊 哥呢 心里面能得劲吗 那就去吧那家 你不得找人吗 那你就放心 我马上你还不怕吗 你还怕啥呀 我他妈就自己单独什么 在外面要个账 我都要我 在这南法里面咋这么接 再一个电话就好声 哦 那那行 那那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那我们就往那边去了 三个 往那边去吧 等着吧 哎 好好好 巴一挂 那个勇伯呀 这个事你不用着急了 我通过北京的一个兄的 叫马三 马从月 得外的 这小子吧 就是个 那个狼房一左右 他有大哥叫 加加弹 他们在那边 势力挺大 说的意思 让咱过去 今天就能求这车 拥抱一提拥抱操 哥 这么这么快 咱就能把这车球来 那你看 你不找我办事吗 你找别人 刘勇都不一定有这么这么这么快的速度 是不是 走吧 那么说的话 他们就往哪 往南方这么来 马三呢 也是有点装迷拉瞎的 说到他们狼房 能去不打的 狼房那边 咱就说句不好听 马三讲话 咱随便提点谁 不得到那有面子 随便提点谁 你不得说 看咱们眼色形势啊 随便提谁 你不得说 自己登经截律啊 马三也就没找任何一个人 那家伙直接狂慌的 就来到哪 来到狼房 他到狼房等到回北约嘛 等北约他们到的时候 跟马三一到 回北约 还往旁边瞅呢 说三三个 马三讲话咋的 你就自己过来的 这些身边说 没给家带咋的话 说没找个人啥的 我不行吗 不是 你肯定行 咱到那边 说天河困难 咱到那咋说呀 你谁提谁呀 我心里面都有谱 到这你听我的就行 我把车给要回来 不就完事了吗 那倒是 我就行的吧 你给我个 心里面准备啥的 马三一半是不用 不天河吗 天河 我去过 你认识啊 认识小老弟 他能认识就 那打个电话 不就完事了吗 我不来的 车那么多 他能给你拿吗 那也是 走走走走 咱就今天就 趁任务去打打铁 就把这个事给办了办 办了办 那他把几个八八的 马三 回北约在家 当时那边 王永伯三个人 直接来到哪 来到天河 当时那边 投影公司 到投影公司院里边 挺大个院 你想投影公司 这院能小吗 不小 这边主办公楼 他们就下来 就往里边进 马三 大家回头 长得个不高 那个时候他也瘦 出个小村头 走到呱呱 老甩了 老屌了 往里边进 这帮里有老弟一吵 不在这 哥们 一百点 哥们 你啥干啥的 马三 不认识我 你啥呀 啊 不认识我呀 啊 不不不在手 说你这这 我 马三 三个 啊 找找谁呀 找你家那个什么 这边高院会呢 会个个 哥帮我去呢 那我上楼了啊 走 那个配员 我那小小 我这这小 马三是谁呀 啊 我这马三是谁呀 怎么 是我 是我经营不好 三哥带人都上来了 他给他研究 马三是人 到办公室那边 也没啥门 叭啦一压门 门手叭啦 往里边一推 那你看 屋里边 顶有八九个人 搁那边坐的 露壳的 跟当时沙发 那边躺的 干啥都有 三哥一进来 直接一摆手 呸啊 坐这 回面去一瞅 这三哥 这么自然吗 回北学一摆手 往里边 这边小孩 哥们借了 坐一会儿 往那一坐 这边都坐 这帮兄弟一吵 当时马三 吵当时 这边那个回北学 眼妈把吵 这是干啥的 谁呀 高院估 当时老板 那边也吵着马三 这帮人注意力 全都吵马三 回北学 吵着当时 往里边 回北学吵吗 吵吗 三哥 咋的 这帮人吵 咋俩俩 这眼神 来 来得不散 这吵得 好像有点 那个意思似的 不是 你到底 怎么是认识 还是不认识 吵着架势 眼里有点 好像带火呢 我哪想 我哪去不认识 你不认识 你不说实话 你说你知道 小老弟 谁搞一会儿 我搞一会儿 你谁呀 我马三 德外的马三 德外的马三 北京的 哥们 你进这屋敲门了吗 我认识你吗 你到这啥意思 一手旁边 网友不搁 这小子车 是我扣的 那你跟他一起来 啥意思哥们 你 那你也看不出来呀 啥别人把车开出来 我把车整走 就完事了 这事 还咋的 咋俩死我死我呀 死我死吧 卧槽 一说死我死我 这包小的 当时那位 那个正东 包括冯帅 他们巴巴一起来 直接把身上卡黄 框框 全都拽下来了 就和这屋里边 一共就三个人 这他妈屋里边 这么多人 人家都过得你 马三说话也呆 当时那边 那个谁呀 高阳辉这一吵着架着 直接往那边就来了 你说往那边一来 接下来 马三他们 在那个办公室里边 就注定的那动 但是那动之前 马三可做了一些举动 到底做了什么举动 预知下节如何 请观众老弟 下节嘎嘎精彩 谢谢观看